大家早安 今天全現場持續帶你來關注到的是 川普2.0時代即將來臨 那現在可以從他的內閣一窺他的內政外交的走向嗎 現在川普和內閣團隊逐漸成型了 不過呢 現在可以觀察到一個重點 不管是在外交的人選上頭 或者是在經貿的人選上頭 大多都是屬於對中強硬派 現在根據各家外媒的報導 佛州參議員盧比歐確定出現 他現在是擔任國務卿一職 那盧比歐他其實是共和黨裡頭的抗中鷹派大將 過去也是主張對伊朗的態度是比較強硬的 在他確定要接受川普提名之後呢 這個川普也大讚說他是一個堅定的擁護者 是我們盟友的真正朋友 以及也永遠不會向對手退縮的無謂戰士 如果日後的這項人事案 確定獲得參議院通過的話 那盧比歐就會成為美國的首位拉丁裔 以及被北京制裁的國務卿 那如果說未來美中的外交首長要會面的話 可能這個地點就必須要在美國或者是第三地 因為他已經被北京禁止入境了 所以可能得找這個第三地的國家才有辦法 美中的外交首長會面 那另外他有一個對於這個我們台灣人比較熟悉的 就是他其實共和黨裡頭的友台派 曾經跟前總蔡英文還有現任總統賴清德都有會面過 也力挺台灣關係法要求要強調六項對台保證 川普的競選期間的時候他也曾經表態說會支持 美國會支持台灣盡全力防止中國大陸解放軍的入侵 好那另外在經貿的部分呢 外媒現在就報導了這個美國的前貿易代表 過去他也是在川普第一任期的美中貿易戰的一個談判要角 賴海哲這一回會再次被川普延攬入閣 將會擔任貿易沙皇一職 好可以看得出來他也是一個比較強硬派的人選 賴海哲他準備說現在要向美國的盟友傳閱備忘錄 也要進一步的向國會議員推銷新的管稅計畫 倡導對中國大陸所製造的商品徵收最少60%的關稅 那面對這個川普政府上來之後可能會帶來的貿易戰的進一步的衝擊 半導體或者是AI產業有可能就是會被衝擊到的前線的產業 回答創辦人黃仁勳這幾天他是在東京出席活動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並沒有正確的回答 不過他表示說他可以確定的是100%絕對是支持美國政府的 那另外川普即將要回歸了那強勢回歸白宮擔任美國總統 可是呢他的第一夫人這個美安尼亞據傳說現在已經表態說 他不想要當一個傳統上的第一夫人 所以呢他不會全部都搬到華府這邊來定居 打破傳統的不只這樣 甚至他也是跳過和現任第一夫人吉兒 在過去呢這個政權交接的時候 都會有第一夫人下午茶交接工作的這個會晤 不過他這一回是直接拒絕跟吉兒在白宮的象徵性的會面 好拜登今天就邀請了川普前往到白宮 那川普他是以美國總統當選人的姿態 衝犯橢圓形辦公室 不過梅蘭尼亞這一回也沒有隨行 CNN現在也進一步的報導 梅蘭尼亞在川普的第二任期期間 他可能不會常住在白宮 而是來往華府還有佛州之間 根據媒體所拍攝到的影片 川普是和馬斯克等人一起前往到白宮 但是沒有看到梅蘭尼亞的身影 不過川普的團隊發出聲明也沒有進一步的解釋 是為什麼這一回梅蘭尼亞缺席的原因 而消息來源現在透露給CNN是表示說 梅蘭尼亞在經歷了四年的白宮體驗之後 已經瞭解到Difern的職責 那麼未來可能他會居住在白宮 還有佛州的海湖莊園之間往返就好 其實從過去這個川普在競選期間 梅蘭尼亞他是極少現身競選活動就有機可尋 可能他現在決定要淡出政治 好川普的人士的這個挑選再度引發了一些爭議 因為他在今天14號的時候 他是提名這一位毫無司法經驗 是佛州極右派的眾議員蓋茲 他要出任美國的司法部長 這個人選一出現在引發討論的話題 現年40多歲的蓋茲 他是挺川派的忠實支持者 他四屆的連任議員 但是過去他從來沒有過司法的經驗 爭議不只如此 蓋茲他還曾經帶頭罷免自家議長麥卡錫 引發其他保守派的共和黨的議員們的不滿 說他只會扯自家人的後腿 甚至是他私生活也是有一些爭議的 因為外媒現在爆出說他過去在擔任眾議員的時候 疑似和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和非法用藥 雖然他是極力否認 但是眾院的道德委員會現在已經開始調查了 任善 能不能夠如川普的預期過關呢 現在還是一個極大的未知數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敷屏皱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虎夫露 全俏精華 精華生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C.S.Royal Face 皇家顏值 C.S.Royal Face 皇家顏值 C.S.Royal Face 皇家顏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